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27日 马体会友谊施巴鲁斯 据马卡报报道 马体会友谊黄马中场丹尼·施巴鲁斯 他们已经派出代表和球员的身边人士进行了接触 最近一次则是在激州前 丹尼·施巴鲁斯是黄马镇中 数名合同将于三个月后到期的球员之一 而他所展示出的水准让其他一些球会非常感兴趣 今年1月 几家英超球会和丹尼·施巴鲁斯进行了接触 但他们并没有收到积极的回应 如今 马体会希望知道西班牙中场的意愿 而球员本人仍在等待黄马方面的表态 黄马希望在紧张的2月和3月过去之后 再解决今夏合同到期的7名球员的续约问题 这是他们特有的方式 令人惊讶的是 正如丹尼·施巴鲁斯向马卡报所承认的那样 迄今未知黄马方面还没有传递出任何信息 黄马高层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球队的竞争力 而不是坐下和球员商谈续约问题 他们的想法是在这激州过去后再采取行动 但是 他们也很清楚 合同即将到期的球员可以和其他球会商谈 加盟事宜 他们也有权这样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